好,现在要来示范的是增量备份 首先要我们来新增一个任务 叫增量备份 好,那我们选择的是增量备份 的类型 那档案一样,我们是备份这个MyCourse的目录 那一样备份到西桃的备份 那主要,其实主要就是改一般 然后你的档案放位置跟动态设定,这个这几个地方比较常改 所以他会说你要保留几份完整的备份,那一样有两个,那几次 呃 备份 增量之后去做一次完整一样 三次 那你看这边增量的话就没有这个可以选,好,那确定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增量一下看看 做第一次,第一次他会进行完整备份 好,那完整备份好了,那我们在资料夹中新增一个档案 那再来做一次增量备份 那再来做一次增量备份 这个,那我们再增加一个档案试着看看 好,那就我们做的差异备份的话,差异备份是跟一个完整备份做比较,所以这次应该会是 两个档案 但是呢,增量他却不是跟完整备份做比较,他是跟 上一次的增量做比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结果会怎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只有2而已,因为他跟上一次的增量做,上次是 1嘛,那我们再多一个而已,所以他变成 只增加2,所以增量备份是一个最节省空间的方式 但是呢,他就会还原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 比如说你要还原到这个点 他必须把 他之前完整备份到这个点的东西全部都 还原才行 那我们继续来做一下看看 所以现在在做应该是没有 资料 因为我们没有新增档案 那如果说我们继续呢 好,他就会有 好,他就会有,那如果你再做一次,因为我们刚才是设定 三次之后就做一次完整,所以如果我们再做一次,他就会做完整的佩分 好,这个就是增量备份 好,这个就是增量备份 所以其实一般 是比较建议 使用差异备份会比较简单 那他的 比起完整备份 会占比较大的空间 那 他 来说会比较有优点一点 那比起增量备份 来讲,他会稍微大一点点的 空间,但是呢 他还原确实会比较方便的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是选择这个差异备份 天大的 其他的 带来说会比较,提满